朋友越来越多 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 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 就感觉自己好像 孤零零的站在十字路口一样 窗外 撤水马龙 我的朋友们 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洗吧 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 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 平凡但真实的 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 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 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 想一想 我曾经获得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正在追求什么 而答案 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 在开怀畅虚之间 拂音得更清晰 而心情 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 才莫名地 安定下来 大家都忙吧 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 也要抽个空 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 朋友 真的希望 有空来坐坐 有空来坐坐 有什么伤心话还没有说 请你有空来坐坐 来坐坐 朋友 明天要慢慢走 我们都把捉梦的世界 永远太久 没有空之中 没世界掌握 一杯红茶 几几十花 胜过转转烈酒 岁月不曾改变成梦 只能够尽心地生活 我们都把捉梦的世界 我们都把捉梦的世界 烦恼是怎么多 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 请你有空来坐坐 有空来坐坐 朋友 有空来坐坐 有空来坐坐 请等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